我先生就在我儿子出生快要八个月的时候 就发现了急性白血病 我那两个月 朱朱两个月 我没有出过医院的门 所以小孩子就交给公公婆婆带 接下来我先生往生之后 不到两个月我爸爸不是中风吗 他也跟着往生了 好不容易请完商家回到学校上课 又发现我自己得到余癌 经过了这两集的线上讲座 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回响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跟大家探讨的是这个问题 练功无感 因为很多人他开始锻炼平甩之后 他就开始发现说 他身体有一些感觉 师傅给了我们五个字来总刮身体的感官的感觉 就是酸痛麻痒脏 我们来看看师傅怎么说呢 酸麻排毒 脏通脉 羊乃气韵 痛隐疾 有没有把它记起来啊 就是如果你在练功的过程里面呢 你觉得是有些地方酸酸麻麻的 那象征什么 表示你那个地方被你操劳过度 有些状况了 所以当这个气要运行的时候 他要帮你把那些累积的不好的物质啊 送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酸酸麻麻的 那如果觉得脏脏的呢 脏就是气要通你的脉络 你的大马路要帮你清空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脏脏的 那痒呢 那个痒可不是蚊子叮咬的痒哦 那个痒是在皮肤的下面 痒还会跑来跑去啊 为什么呢 痒就是气在运行的现象 所以当你练平甩之后 气开始运转之后 有些痒呢 就表示 哎 气慢慢的送到那个部位去了 那么痛呢 如果你在练功的时候发现 有些地方竟然会隐隐作痛 或者甚至还蛮痛的 你就去想想 那个地方是不是你平常就已经有受损的部位 或者已经累积了一些毛病的地方 痛就是我们的这个气啊 他要把你这个毛病抓出来 拔根哇要拔出来的时候 那肯定是会痛的 所以如果说你在练功的过程里面有 酸痛麻痒脏这五种感觉呢 请安下您的心就是怎么样啊 对继续的给他甩下去 如果说您想要亲自来到眉门上课的话呢 我们也特别设计了一个养生入门的课程 总共有四堂课 我们希望借由这四堂课的时间 三十天的锻炼能够改变您的身心 那有关这四堂课 您想要了解的话呢 就欢迎打电话到我们眉门的 平甩总部 02-2271-0555 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的首位 每一天有15000人得到的这个病 到底是什么病呢 您猜得出来吗 没有错您猜对了 就是乳癌 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呢 就是一位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状态的师姐 她现身说法来告诉我们 我们只要早期做过适当的治疗 之后又有良好的保养方法 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一样的亮丽的 汪秀玲师姐来 秀玲师姐好 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汪秀玲 我们现在看到后面有一张照片 这个叫做before after 所以我们就来谈谈你在练功之前 你那时候人生的状况遭遇了这么多的打击挫折 看到后面这个照片就一下子把我拉回到当时的情况 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学生时期的时候 就是妈妈就是身体有心脏病 还有一些后天所造成的癫痫 时常会发病 我还记得我念专科的时候我爸爸就发生中风 所以其实小时候家人的问题就挺多 还不止 还有我那个妹妹曾经就是在很小时候也发生过重大车祸 所以是重度残降 然后还有弟弟 真的 弟弟从小就离家 然后就是在外面不知道做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每天都有那些纯正信函 然后寄到家 弟弟也不学好 爸爸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然后爸爸中风倒下之后 接下来就是换成是我 所以好不容易熬过读书 终于考上老师 在我考上那一年 考上台北的学校的时候 我妈妈就杀手人寰就倒下来 第一个就是我妈妈就是离开了我 而且事情是接二连三 就没想到我那时候妈妈亡生之后 我就就是把工作 就是想办法调回调回台中 对那时候怀孕嘛 刚就是生下一个儿子 因为爸爸那时候中风 虽然中风还看到我生下他的孙子 感觉这些好像很一切的这些乌烟瘴气 好像即将要雨过天晴的感觉 就没想到我先生就在我儿子出生 快要八个月的时候就发现了急性白血病 是突然的 对我们真的也没有任何的症状 我记得我还带我 没有任何的症状突然之间 对我就还带着我那个儿子才不到 才七个多月吧 我们还一起到花莲去玩呢 就没想到那次的玩就变成是我们 我跟我先生最后的美好的回忆 最后的一个回忆 所以突然拉回那个时候就觉得说 我们线上的朋友来给秀玲师姐一个鼓励 能够出来面对大家是不容易了 我那两个月 朱朱两个月我没有出过医院的门 所以小孩子就交给公公婆婆带 然后我就专心在医院的隔离病房 因为血癌是全身性的 所以她当时做化疗 然后我们一直以为她当年才37岁而已 37岁很年轻 对我们就觉得希望很大 是 可是 就是不是说可以 很多人不是说换骨髓吗 对啊 可是来不及 因为你当 那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概念也没有 那个都是要排队的 那做到事先就要登记 我们当时根本来不及 然后还有想说我婆婆还要想要卖房子 看看要筹钱 筹钱 可是根本房子也没那么好 那么好卖啊 而且还来不及卖我 我先生就已经两个月 就是因为那个败血症感染了 对 接下来我先生往生之后呢 不到两个月 我爸爸不是中风吗 是 他也跟着往生了 啊 所以是接二连三 好不容易请完商家回到学校上课 又发现我自己得到乳癌 这个真的是接二连三的这个打击 我那时候淋巴拿了11颗 所以要做一些预防性的化疗 所以做了6次还有28次的化疗 那你后来是怎么样有一个改变的契机呢 那时候是学校同事看我这样子 整个家庭变故意欲寡欢 然后儿子又那么小 所以就带我去善心就想说有一家餐厅刚开幕 要不要去因为可以赠送一碟小菜 我后来才发现怎么从里面煮菜的 跟外面送菜的怎么都是教练 全部都教练 所以当时他们就问了我的情况 就把我的遭遇再说一遍 然后他就看着我说 师姐你要不要考虑跟你儿子一起来练功 然后当时我儿子又有那个妥瑞丝症 已经发展到最严重的慧痒症了 所以当时医生也跟我说无药可根治 慧痒症就是会一直发出奇怪的声音 对没办法根治 没办法用药根治 我正在想说怎么办的时候 教练给我这样的建议 索性我们两个母子来练 刚好有一条路 对我就不要选择说要或不要 我还有第三条路 我就走这第三条路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 听教练的话就走进了眉门 就开始练 你的第一招是练哪一个 平甩 平甩功 一定是平甩 我觉得很神奇 我那时候因为自己连串的遭遇 就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没想到我练功回去练 我只是在教室练一练回去 我竟然那天晚上 就是大概经过差不多两个礼拜 这样子练 竟然可以叫到天亮 哇太特别了吧 而且我儿子那个慧症 竟然一个月他竟然就自动消失 他还不需要用药 所以我实在太惊喜了 对 哇 所以是很快的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效果 是的 记得有一次有机会跟师傅互动聚会的时候 师傅知道我的情况 就给我了一句心法 就是绝症就是要绝对的症 那个症就是要正向 是 做什么事 说什么话都要绝对的正向 是 所以师傅就讲到我的内心说 因为我每天都在负面嘛 负面思考 觉得自己能不能倒霉啊 什么这种心情全部都上来 那时候我进来没门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位师姐看到我 这个怎么会有这个圆圆的突起东西 人工血管 他说你为什么不拔掉 我说 不是啊 我也我根本没想过 因为我忘记了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跟着教练说的嘛 叫我吃素 叫我练功 然后又叫我发愿 我说怎么发愿 然后说你就跟着 没门在办什么活动 你有空就来参加就好了 是 所以我就这样子跟着去参加 然后师傅就给我机会去接演讲嘛 然后就 他就看到我这个 就把我带到这个榕种 抓到医院去 对 去把他这个人工血管拿起来 那时候是门诊手术 因为那时候他是说 你到底这个东西 他要每个月都要去充管 我说 不好意思 我已经两年没有充管了 忘记了 所以他就很紧张 忙得太忘记 因为忙着去传评甩 教别人练功 结果忘了 哎呀 这根管子每个月都得去充 是的 所以这件事情很紧张 就把我抓去医院 真的超紧张 对 他说 人家每月都要充 你两年都没充 对 所以医生帮我拔起来 那时候他还给我看 因为我那时候只是半生麻醉 我还知道 所以他给我看 真的是一个小吸管 然后里面好干净 他说 你到底是用什么方法 就是 平甩帮我 用气再冲洗他 所以这张画面 就是因为 当场的医护人员都见证到 因为他们帮我开刀 所以他们看到了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就跟人士讲 就请我们到 这个 这都是麻醉护理师 这一大 这大群人都是麻醉护理师 所以呢 就叫他们平甩 所以于是我们就来这边 对 就是 就是 连医护人员 都见证了 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所以我们能够 藉由一个运动 就能够把爱传出去 把这样好的事情 跟更多的人分享 所以这个也是 秀琳师姐跟李凤山师傅 结缘之后 透过练功 然后透过吃素 然后透过发达愿 我们来帮助别人 我们生命就有得到 翻转的机会了 是不是 秀琳师姐当时 除了这个练 你可以说早晚练平甩 你有静坐吗 当然要 教练讲的话 我们一定要听 我记得教练跟我说 平甩30分钟 如果能够继续 刚才甩完 就马上静坐的话 它的效果会加倍 是 那既然会加倍 我为什么要浪费掉呢 哇 那静坐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三条 第一个调伸 调洗 调心 有记住了吗 是 那对身体的改善 当然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说 这个乳癌患者 就是我们刚刚讲嘛 就是很多心事 都往这里头放 负面能量 负面能量很多啊 就是也许是别人负面 也都自己 把它收集起来 变成自己的负面了 所以你觉得在这个部分 练平甩对你有帮助吗 其实有些帮助 是有时候自己察觉不到 反而是周遭人察觉到了 我是因为透过学生跟我讲 自从我来师傅这边 练功之后呢 学生跟我说 老师你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我说哪里不一样 对 后来他们才告诉我实话说 原来那一阵子 我不是经历一连串的家庭变故吗 真的 整天脸就是告诉我说 不要靠近我 不要跟我说话 那当然了 所以他们都不敢来找我讲话 可能人家一问你 你就可能哗 对就哭 愧疚了 哭了 所以后来他们说 发现我练了功之后 我变得不一样 我连上课的内容 还有那种情绪 他们是感染得到的 所以他们说 老师你变得不一样 变得好像 我们敢跟你说话了 我说 原来我的负能量 会去影响大家 所以我发现 其实练平甩静坐 还有师傅教我的吃素 练功发愿 让我开始会 产生那个自省的力量 然后就看看 我自己那个儿子 那时候很小 幼稚园的老师说 他画 母亲节画我的妈妈的时候 他把我画成一个巫婆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原来我对他 那个负能量 被他对 把他造成这样的 心理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当时是很愧疚 我就跟他讲 结果他没想到 妈妈 我在跟他讲的时候 他就整个哇 大哭 他说我都只会骂他 他只会给人家白脸色看 所以我发现 我开始在反省我自己 我对 对我周遭的亲人 对我的朋友 还有我这样子 一直负面想下去 我能够解决问题吗 其实我透过瓶水 我一来我心理平静 二来我懂得去 开始反省我自己 对别人造成的影响 然后三来呢 我发现师父给我这个方法 就是刚才讲的心法嘛 为别人着想 还有就是绝对的正向 对 所以我就开始就觉得说 我自己不仅我自己站起来 我不去依赖别人了 对 自立自强 对我开始自立自强 因为以前都依赖老公 依赖家人 依赖朋友来 好像要关照我像个公主一样 顿时之间 老天爷把这些力量 都给我收走的时候 我就得要想办法 自己站起来 当我还没想到办法的时候 师父这个方法就 就帮助了 就帮助了你自立自强 是的 其实很多人他都会有怀疑 我也有过 我怀疑这个 这么简单可以帮助我的身体吗 然后这样子练 别人成功 我就能够成功吗 好像答案都感觉都是很负面 都是不一定的 我就自己悟出来一个道理 我说不管有没有信心 信心是要自己去 自己 把它练出来的 去把它练出来的信心 对我要练 我才能够产生信心 我没有练过哪来的信心呢 还有第二个 我告诉我自己 就算我现在怀疑 我怎么样 我把它练到 不怀疑 对 就是这两个方式而已 对 所以就是说 我们在面对身体 有态患的时候 如同我们今天的 讲座一开始所讲的 其实练功它会有各种不一样的反应 所以我们面对身体的种种反应的时候 第一个心理建设就是 第一个你要听话 好好的继续给它练下去 第二个就是你要去想 其实自己的状况可能比别人好很多呢 起码我们还能练啊 是不是很好很感恩了 这个是很多这个乳癌患者 他会问的问题 就是我们淋巴栽除了 然后医生就说 不能这样甩 那怎么办啦 修理师姐 对啊 我自己也被栽除了十几颗淋巴 然后呢 每个人一样回到那个 是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但是你可以迁就你自己的状况 比如说我这么高 我的手会肿得很不舒服 他们很多人说 甩一甩手会肿起来 水肿 因为循环好嘛 因为循环下去 结果你回不来 当然就会肿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 一样高度往下降 你就可以先 降低一点 缓着来 对 先缓着来 没关系 就这样缓着来 什么时候你觉得OK了 可以再往上升 再慢慢往上升 对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有一些特别的状况 循环本来就是比一般人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更不能去避免它 你不去避免它 你的循环如何去改善呢 我们身体里面的毒素如何排出呢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去调整 调整我们锻炼的方式 然后也让我们的气呢 可以为我们做一点工作 慢慢的把这个不好的循环 再给它打通 对 所以这个淋巴栽除来讲呢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锻炼的 是不是 那还有人会问说 如果你有人工血管 对 不是很多装血管吗 他说 医生说手不能举起来 那我要怎么练啊 手都不能举起来 我怎么练呢 一样看 因为每个人人工血血管 它装的位置都不太一样 因为每个医生不一样 没关系 如果刚好你觉得主要这边 刚好会卡住的话 一样的 也是降 把那个高度降低 降低到你觉得不会卡的 那个高度就可以了 我们要自立自强 透过瓶甩 把正能量 把它 把负能量 转成正能量之后 再去帮助别人 然后帮助别人的那个正能量 又回到自己的身体 就不断的散散推成 一直养自己的那个正向 所以你看我现在从乳癌到现在 我练功将近十年 我没有再因为生病去用过健保卡 去练看医生去治疗我的 这个所谓的癌症的部分 自我的锻炼呢 从身体练到心理去 从心理去改变我们整个人的运气 把所有这负面的能量 转换成正向的能量 对 迎向人生的康庄大道 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非常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支持跟鼓励 订阅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 我们下次再跟您空中相会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